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知道那制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 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 那是撒旦遗会的人 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 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街里 叫你们被试炼 你们必受患难时日 你勿要致死忠心 我就赤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阿们 康州万民教会的朝校美检查的见证非常忙碌 有这么多的空气 不能呼吸 就是哮喘的痛苦 但是靠着主任牧师的全能 小船也得到了医治 黑暗为了 黑暗退去 它是生活在 不是说生活在 汪州 光明的地方 黑暗就会退去 要在主任牧师的 全能下 黑暗退去 疾病得到医治 也通过党外院长的祷告 得到了医治 我看了今天的见证 非常让我蒙恩 特别是主日早晨那一天 当天 他是没有睡好 更加痛苦 但是他非常喜乐 因为他就相信 只要接受祷告院长的祷告 疾病就会得到医治 非常忙碌 这时间 我们听主任牧师的 最有全能的 光的生命话语 关键的话语 一同来听 主任牧师的影响正道 斯美纳教会第三讲 亲爱的圣徒们 全世界及全国 知教会圣徒们 知圣殿的圣徒们 全世界通过 沿探网礼拜的 所有圣徒 各位观众 以弗所书 一章二十三节前半节说 教会是他的身体 教会是主用 写买来的 是主的身体 中国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二十七节所说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 并且各自作肢体 凡属教会的认知者 乃至全体圣徒 都是一个肢体 是主的身体的组成部分 假如我们身上 导致教会里的爱心渐渐冷淡 祷告火焰渐渐熄灭 发展停滞 转向衰退 撒旦仪会就是其中 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所谓的撒旦仪会 简单地说 就是受撒旦操控的人们 两个以上勾结成火 正如主题经文里所说 是自称是犹太人的人们 勾结成火 这些人自称是犹太人 是神的儿女 并且信主 实际上他们顺着 撒旦的运行而动 在教会里引起 极度论断定罪怨恨 纷争 一起来毁谤神的国 破坏教会 因此教会里面 不能让这些 撒旦仪会站住脚 本人却不知道 毁坏教会的行为 却是通过撒旦的工作 教会在逐渐地被破坏 要明白在大家不知不觉中 也有可能同留于撒旦一会 例如 大家听到某人说的非真理之言 不经意间 附和地搭上一两句 也许觉得自己 并非出于恶意 就没太在意 谁知 这不经意的话 居然变成 无中生有的谣传 在教会里 散不开来 在把恶性彻底除尽之前 我们总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潜尝心底 未成察觉的恶性 随时都有可能 因着见到某个人 或处在某种境遇 而激发出来 有的人动着口中 宣泄不平 酒席诚信 或有的人 足以自己的眼光为标准 对人对视一贯持否定态度 工作上不同心不配合 即使这样 却对自己的失误 永远执迷不悟 这等人喜欢暗中寻索 与自己幸违相逃的人 说话之间 不经意搭上一两句 认同符合之语 就有可能不知不觉中 同流于撒旦遗会 不针对这一类人 一定要警醒防备 不要迎合他们的言语 与之联合 凡要用真理的话语 进行规劝 告诫 甚至驳斥 如果大家以光明对应 黑暗自然会消退 所以我们只要 遵循真理的教训 悟善 非善悟看 非善悟听 非善悟言 非善悟私 那就不会受撒旦的攻击 撒旦一会 便在教会里 不得立足之地 自然就销声立即了 未被传开 就自然会消失 那些善不遥言的人 也只能安静下来 或自动地离开 希望大家能铭记这一点 在一起 检查一下自己 和自己的周围 在家里 在机关 宣教会 或是与教区里 亲近的圣徒之间 不能形成 使教会 变得困难的 撒旦一会 要保守心思意念 和口中的言语 能够击退 撒旦的诱惑 打破撒旦的所有诡计 若想这样 必须要进行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圣徒们 自称是犹太人的 撒旦一会 在成就神国上 是很大的障碍 使徒保罗传福音的时候 最强烈的排解 毁谤他的 就是犹太人 说是信神的犹太人 却不相信神的儿子耶稣 带头妨碍 传主的福音 对于这些人 主说 也知道 那自称是犹太人 所说的毁谤话 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 乃是撒旦一会的人 但现如今也同样 本教会至今为止 在成就世界宣教的过程中 也证损了那 自称是犹太人的毁谤 在依奉同一位主的人之间 为了传主的福音 来到遥远的异国他乡 现身的宣教士们 特别是通为韩国人的宣教士 只听到误错误的传闻 就被迷惑 毁谤神国的事 但将来本教会 成就朝鲜新教时 也会出现类似的现象 一起合作 合作生命传播福音 都是很难得的事情 在那样的情况下 也有毁谤 以万民的名 成就圣公的自称 是犹太人的人 也许有人会想 怎么会有那样的事情 但是把耶稣 交给他们的支配国 罗马人手中 把他定在十字架上的 就是耶稣的同族犹太人 那当时可以说是 犹太人的指导者 大祭司长和祭司长 文士们 对耶稣 行作为人所不能行的权能 传播天国福音的事实 产生猜忌极度的心 再加上他们所持有的 律法的意义和框架 论断定罪耶稣 结果害死了耶稣 原来本教会进入朝鲜 开展圣公时 将会传讲双命之道 并有许多权能的助攻跟随 向朝鲜的圣徒们 也清晰地解析属灵世界 使他们也能在确切的 天国盼望中奔跑 因此以外面的名 成就朝鲜宣教的人 在那里也会经历 与本教会经历的同样的逼迫 那时与我们带着同样的目的 去朝鲜宣教的人们 会毁谤我们的助攻 告知大家这些内容 是为了让大家提前 用祷告做准备 准备朝鲜宣教的人 提前知道了这种情况 所以希望他们能在实际 助攻时好好的应对 好好应对是让以善胜恶的意思 不是对抗 要以善胜恶 为了在神的旨意中成就一切 更要 要更加精心祷告 做准备的意思 希望明记 那这层是犹太兰的毁谤越大 以善和信心 爱来战胜的时候 就会彰显更大的 全能做功 毁谤越大福音传的 就会更加活跃 因为把传闻 广传开 所以会更大的 彰显神的全能 在属肉方面上来看 这种毁谤似乎是传播福音的障碍物 但实际上是在更大的 全能做功中 得以传播着圣洁的福音 至今本教会以更大的全能 成就神的国度 就是因为在神的旨意中 战胜了这些毁谤 如果我们主当时 恶者或自称为犹太人的 就是说是信神 认识神的人们 没有那样毁谤主 开掌圣宫的话 福音就不会传得这么广 他们聚在一起 就传耶稣是迷惑人的 是说谎话的 又说他是被别习不负着 靠着鬼王赶鬼 因为传各种坏消息 随着消息的快速传播 我们主的全能也一同被传开了 如果没有那些传闻 我们主的做功能 就不会那么轻松地被传开 所以我们祭坛成像 世界的时候 传出的也不是好消息 就是在99年度 通过世界媒体广传 现在正如父所说 在覆盖全世界 以神的全能 而如今如何呢 不仅有许多支教会 通过基线电视 许多国家都在播放我的正道 还有手帕聚会 此外呢 在全世界 都在渴慕 等待着 建立我们外面的圣经大学 在主题经文十节记载 你将要受的苦 你不用怕 魔鬼要把你们中间 几个人下在街里 叫你们被试炼 你们必受患难十日 你勿要自始忠心 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圣徒们 我们成圣之前 难免遇到各种试炼 或苦难 但这一切 是为了给我们带来 零肉间的富足 并引入永生之路的过程 面对为主的民而受的逼迫与患难 我们礼当欢喜快乐 并感恩 称信 即使 因未能活出真理而遭受试探与患难 也当以喜乐并感恩的心来应对 因通过的试炼和患难 就会脱去肉体而成圣 若是有信心 就不会畏惧那些逼迫 反而呢 要喜乐 感恩 正如雅各书一章二节到四节 我的弟兄们 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 经过试验 救生 忍耐 但忍耐也当成功 使你们成全完备 毫无缺欠 的确试炼 会造就我们 成全完备 毫无缺欠 因此为了进入灵 进入全灵 即使有任何苦难 也不会畏惧 但是在你将要受的苦 你不用怕这句经文中 要领悟 将来在成就 朝鲜宣教的时候 会遇到怎样的逼迫 虽然也有支撑是犹太人的毁谤 但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体制 朝鲜当局 会施加逼迫 迄今为止 通过数篇的正道 说明了今后的世界局势 以及朝鲜局势 将会怎样 将来到了时候 朝鲜的宣教之门打开 会形成进入那里传播敷衍的环境和条件 但是那样的气氛不是持续的 朝鲜也因为需要暂时打开开放之门 但是为了维持体制 会有再次关闭开放之门的时候 因为他们感到了对自己的体制的威胁 还说是什么进行各种会议谈 但也不是那么容易取得什么进展的 或者是达成妥协 不容易的 因为彼此都拉得很紧 不管是美国还是朝鲜 所以又不得不施加某种力量的压力 终究会打开开放之门 但是真正感到威胁的最大因素之一 就是以万民之名开展的助攻 我们的助攻不仅仅是正道 还彰显以人的力量和能力 无法做到的神的全能 所以他们害怕这样的全能 为了制止彰显全能而施加压力 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街里 叫你们被试炼 你们必受患难时日 耶稣展开圣宫当时 还有门徒们和石头保罗 这宫的时代呢 和如今彰显神的全能的地方 也同样在受逼迫 朝鲜将逐渐警戒在韩国的万民祭坛 和在朝鲜活动的万民的做工 因为彰显的全能很大 所以认为不能放任不管 从几个月前就开始做准备 在适当的时候 关闭以万民的名建立的教会 并抓捕同工的人 把他们关进监狱后 他们自己给自己找借口 照害死被抓之人的借口 无条件的只因宗教原因而杀他们的话 可能会引起世界的关注和反抗 因此要制造适当的名分 而且在制定符合他们要求的审判标志之前 在被关在监狱里的人会遭受患难 就是指这段时间为时日 并不是一定受患难时日 而是在适当的名分下制定审判他们的标准 最终三十几个人的时间是时日 我们的主复活生天后 至今以主的名聚会 受患难逼迫的地方 就是受患难时日 因此最终以主的名 以万民的名 证显殉殉道的助攻 亲爱的圣徒们听到这样的话 有感到害怕吗 若是有信心对天国的盼望和将来所得到的荣耀和奖赏 有确信的话 就不会感到害怕 最重要的是 如果有对主的爱 就不会害怕 诸为了我与大家 遭受了更大的逼迫和蔑视 嘲笑和污辱 最终遭受十字架的苦难 即便那样 也没有因所受的苦难而感到悲伤和痛苦 而是因不知道主的爱 而死去的众多灵魂 哀痛心痛 想到这样的主 绝对不能害怕或躲避 及我们的任何患难 但需要明确说明的是 一切都要从自己的自由意志中选择 根据各位的选择 有可能受到以主的名而受的逼迫和患难 也有可能不受这样的患难 更何况以主的名训道 其奖赏和荣耀可见一斑 成就灵与全灵 以爱主的心 为主献出生命的话 其奖赏和荣耀是极大的 但这些话不一定只适用于 处于训道状况的人 你勿要致使忠心 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纵如这话语 大家要在各自的岗位 带着这样的训道的信心而前进 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间里 叫你们被试炼 你们必受患难时日 要明白这话语里所蕴含的含义 圣可门 在信的人中 对沙旦与魔鬼能正确分辨的人并不多 偶尔留在我面前来接受祷告的人 自称是魔鬼 说请赶出我身上的魔鬼 请赶出我儿子身上的魔鬼 希望通过今天的正道 能正确地分辨魔鬼和撒旦的区别 很多人尽管信主时间很长 连对撒旦魔鬼的本质也认识不清 往往混淆两者的区别 可是从圣经的记录 我们可以发现撒旦和魔鬼两者 有着明显的区别 撒旦简单地说 就是邪灵之头目 露西弗的心 魔鬼是露西弗手下服役的灵 两者作用各不相同 撒旦将人的意念作为运行戒指 挑起恶念 激发恶欲 如果大家不打破露体的意念 应当拔出心中的恶 离弃非这里 气掉黑暗 否则呢 撒旦就会通过大家的肉体的意念来做工 过去让他们犯罪行恶 行非这里论断 猜解极度定罪 好像是自己做的 但实际呢 是由撒旦这样主管的 所以撒旦通过人的意念做工 让人们心怀恶念 煽动非真理的心 挑起恶念 激发恶欲就是这样 撒旦通过意念来做工 使人心里的非真理恶来摇动 如果大家心中没有恶呢 就不能受撒旦的作工 因为有恶 所以才会接受 魔鬼则使人 因顺服撒旦而形成的恶念和恶欲 表现在行动上 换而言之 使人接受撒旦之说 若使而之声的恶念 表现在行为上 这是魔鬼的作为 给大家举例说明 比如 有自己讨厌的人 很讨厌那个人 那我讨厌的人来了 哎 讨厌那个人 真不想见他 那神说连仇敌也要取爱 这就是说明我心里没有爱 而是充满恶 正因为有讨厌的心 所以撒旦才通过意念来做工 哎呀 我讨厌那个人 为什么讨厌的人会来呢 我要避开 撒旦就会带给这样的意念 因为讨厌那个人 好像对我有负面情绪 我真想 揍他一顿 这样的意念是撒旦的做工 但这样的想法在心里摇动 而付出行动真的打了对方 就是行了暴力 那么就不是撒旦的作为 而是魔鬼的作为 能区分了吧 要区分撒旦的工作和魔鬼的工作 撒旦做工呢 并表现在行为上的时候 这行为便是魔鬼的作为 所以不能随便说是撒旦的工作 魔鬼的工作 要正确地区分 并要正确地理解 例如 遭上挖苦诽谤时 产生不快或者怨恨的意念 这是撒旦的工作 撒旦向人 鼓吹种种恶念 如 这让人恼火 实在 忍无可忍 这是 我凭什么受这样的委屈 这种人应该很晚地骂他几句 不行再给他 尝尝拳头的厉害等等 这是什么呢 是撒旦的工作 总之 叫人发动恶念 是撒旦的工作 将恶念付诸行动 如开口骂人或动手打人 就是便是魔鬼的工作 是魔鬼操控人的心意而成的 圣经里面对撒旦和魔鬼的工作正确地区分开 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耶稣对门徒们说 自己要受许多的苦 并且被杀 第三日将会复活 彼得就拉着耶稣 劝他说 主啊 万不可如此 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 在手中方面来看 好像是 爱自己的师父 而说良善之言 但是耶稣对彼得说 撒旦 退我后边去吧 没有对彼得说 彼得 退我后边去吧 而是说撒旦 退我后边去吧 你是帮我脚的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 只体贴人的意思 这样体贴人的意思的人 顺从是没有理由的 只要说阿门 是就可以 再给大家读一遍 彼得就拉着他 劝他说 主啊 万不可如此 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 耶稣对彼得说 撒旦 退我后边去吧 并没有称赞彼得 哎哟彼得 你这么惦记我 但是这是神果的事 我要做赐给我的使命 并没有这样说 耶稣转过来 对彼得说 撒旦 退我后边去吧 你是帮我脚的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 只体贴人的意思 彼得体贴人的意思 在自己的意念中 劝耶稣时 耶稣就责备彼得 撒旦 退我后边去吧 路加福音22章3节说 这时撒旦入了 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 他本是十二门徒里的一个 这里撒旦入了犹大的心 表明 撒旦已完全控制 犹大的心思意念 也可以说 卖主牟利的邪念 进入了犹大的心 元安福音13章2节说 魔鬼已将 卖耶稣的意思 放在西门的儿子 加略人犹大心里 意念 是撒旦 已将卖耶稣的意思 放入犹大心里 那么就会付出行动 摇动其心 就会以行为显明出来 魔鬼就是这样工作 这并非指魔鬼通过人的意念来做工 而是表示魔鬼彻底 套劳了犹大的心 犹大的心完全被魔鬼所控制 以致行出大恶出卖耶稣 约安耶稣3章8节前半节说 犯罪的是属魔鬼 犯罪是指人的罪性呈现在行为上 在约安福音六章 七十节 耶稣预知将来的事 便指着犹大说 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 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 把耶稣卖了 那不就是魔鬼的工作吗 那不是门徒 是魔鬼 受魔鬼的唆使 按魔鬼的操控而行动 所以主没有说 他是我的门徒 而是说他是魔鬼 世人也这样说 有谁行恶的话呢 就说那个人做的是魔鬼的事 不是说做的是撒旦的事 会是说他做魔鬼的事 像魔鬼之类的话 不会把有那样的想法 说成是魔鬼的 如果有人行恶呢 就会说像魔鬼 那个人像魔鬼 总之 使人犯罪的是魔鬼 作恶的便是魔鬼之子 是魔鬼的子女 要明白这一点 以前我跟一个人对话 为了让他领悟 告诉他是在受撒旦的助攻 他呢就是 脸红一阵青一阵 说我怎么是撒旦呢 我怎么在受撒旦的助攻呢 如果领悟到今天 所讲的真理之道的话呢 就不会那样说的 经上说 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 下在坚里 叫你们被试炼 坚是指什么呢 哪些人会被试炼 对此 走到下一讲 继续探讨 亲爱的各位圣徒 罗马书二章 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 前半节说 因为 外面做犹太人的 不是真犹太人 外面肉身的割离 也不是真割离 在旧约时代 做了外面肉身的割离 唯有里面做的 才是真犹太人 真割离 也是心理的 不要做外面肉身的割离 要做心理的割离 唯有里面做的 才是真犹太人 要心理相信 不是大脑里相信 而是心理相信的人 才是真犹太人 耶稣是人类的救主 不是大脑明白 而是从心理相信的时候 再给大家读一遍 因为 外面做犹太人的 不是真犹太人 他们是大脑里相信的人 只有这方面的知识而已 他们没有行为随着 尽管明白神道 却不真心 神的道大家听了那么多 都很明白 知道不可犯罪 不可行情欲的事 心里都明白 这些道都懂 懂也不去行 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 不是真犹太人 外面肉身的割离 也不是真割离 唯有里面做的 才是真犹太人 因为 人心里相信就可以诚意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像罗马书十章里的这句经文 心里相信的人才会行为 有行为随着 在光明中心 真心 公义 真理 神的道 我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 心里相信的人才是神 名副其实的儿子和女儿 才是真犹太人 真割离也是 心里的不是在肉身 而是在心里 将心里的误会除掉 在旧约圣经上说 将心里的误会除掉 是指心里的割离 要洁净内心 有犹太人的血统 不一定都是犹太人 蒙神认可的犹太人 才是真犹太人 割离 内心 找回神的形象 磨成 主心的人 才是神所认可的真犹太人 才是真心信主的人 磨成主心的人 才是神所认可的真犹太人 才是真心信主的人 是蒙神检学的天国子民 其实要这真犹太人 难免会遭受 这样那样的逼迫和患难 约翰尼书四章十八节说 爱里没有惧怕 爱及完全就把惧怕除去 因为惧怕里含着刑法 约伯 这里面的约伯 看起来是敬畏神 爱神 实际上主是惧怕神 如果真正了解神 相信神 爱神 就不会惧怕 你如果真心爱你的父母 会怕他们吗 会怕他们吗 不会的 如果是犯了错误 父母要管教你 要用棍子打你 你会害怕他们吗 不会怕 知道父母管教 是因为父母的爱 所以尽管挨打了 那反而会更加亲戚他们 如果害怕父母 说明不爱他们 就会叛逆 不听他们的话 如果顺从 父母就没有理由 去打你管教你 如果爱父母 肯定会听话 不是吗 爱里没有惧怕 爱就完全就把惧怕出去 因为惧怕里含着刑法 怕神的人肯定会受到刑法 会生病 遭受患难 为什么怕神 因为没有遵循神道 所以害怕 因为没有遵循神道 没有在光明中行 犯了情历的事 所以害怕 会生病 遭受撒旦的搅扰 魔鬼的搅扰 遭遇事堂患难 等各种麻烦 爱就完全就把惧怕出去 因为惧怕里含着刑法 惧怕的人在爱里 未得完全照指经文 在爱里得完全的人 无论遇到什么情况 都不会惧怕 耶稣拥有完全的爱 以致为了我和大家 以及全人类 甘愿背负了十字架 可见爱的力量 如此伟大 父神 为我们舍出独生爱子 耶稣背负十字架 众国人先知 尽生命的传扬福音 都是靠着爱的力量 愿大家也都能成为 善美的基督徒 献明爱的力量 父神为了 变成仇敌的众罪人 舍出了独生爱子 主耶稣也替他们 背负十字架受死 他若我们发自内心的感受 到他们的爱 还有什么人 不可理解 不能去爱呢 愿大家 效法以爱 完全律法的主 成就 完全的爱心 成为神的真儿女 奉主圣明 祝愿大家 接受患者祷告 把手放在疼痛的部位上 放在软弱的部位上 为了 就心愿一同 以信心 接受祷告 哈利路亚全能慈爱的父神 此刻求您亲自按手 在所有接受祷告的圣童们身上 超越时空 做工在军心电视观众之上 通过焉太网和屏幕 接受祷告的知教会 知圣地 以及全世界的神儿女们之上 所以他们从心里相信的信心 去走他们一切否定的意念 和疑惑的势力 并驱走一切试探和患难 求父用圣灵的火 圆满的光 焚伤 并医治他们 从头到脚 五照六腑 每根骨骑 全身神经 组织 细胞 等一切疾病 奉耶稣基督的名 质责仇敌魔鬼 撒旦 以及疾病病菌 软弱都退去 光啊 进入吧 求父用圣灵的火 将 所有绝证 完整焚烧 进进 击退 虐疾 以及所有风土病 击退 感冒 咳嗽 发烧 全身酸痛 流感 等各种流行性疾病 任何流行性疾病 病菌 不能进入 求父保守 求父使胃癌 肺癌 乳腺癌 子宫癌 大肠癌 皮肤癌 等各种癌症 以及艾滋病 白血病 脑溢血 高血压 低血压 心脏病 肺病 胃病 糖尿病 腹科病 皮肤病 甲状腺疾病 以及所有炎症 也得到痊愈 业求父使小儿麻痹 中方 关节眼 腰椎间盘 突出症 也得以健全 腰痛 头痛 神经痛 在内的一切疼痛 都消失 先行自闭症 抑郁症 肇癌症 肇癌症 精神衰弱 等一切精神疾病 也都退去 我吩咐麻痹 瘫痪的得以释放 探子要起来 行走 跳跃 模糊的视力 要看得清楚 听不清的耳朵 要听得清楚 家子要看见 龙子要听见 哑巴要开口 说话 是各种事故 后遇症 得以捷径 故者得到愈合 烧伤 烫伤 得以痊愈 火毒都退去 热气也退去 我求助攻 不留下一点疤痕 毒品以及各种药物 剧毒中毒 也得以解禁 以死的神经细胞 复苏死人也复生 祝福给不能 怀胎的祝福 得到怀胎的祝福 奉耶稣基督的名 命令仇敌 魔鬼小弹空中掌权的 众恶魔都退去 他的众食者也退去 这世上的邪灵 污秽的灵 虚黄诡诈的灵 挑拨离间 迷惑的黑暗势力都退去 松开一切 凶恶的神 黑暗退去吧 光啊进入吧 求父神 祈祝您儿女们 呼求祷告的能力 离弃罪恶 成就圣洁的能力 使他们灵魂兴盛 凡事兴盛 成就 家庭福音化 祝福您儿女们 一周间 从各种事故 在洋庄 德蒙保守 度过亨通 顺利的生活 用胜利的火源 天兵天使 煮火焰般的眼目 看过保守 所有神 儿女们的家庭工作 事业 将智慧和明哲 赐给学生们 赐给他们学习的热心和兴趣 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 不被世界所夺走 祝福他们成为 火热爱神的学生 祝福您的儿女们 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 都为荣耀您的名而行 从而度过 忙佛的人生 使他们都能见证 我遇见了神 体验了神 得到了姻缘 得到了祝福 父神感谢您 将荣耀贵给您 奉我主耶稣 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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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